好的可以看到吧 现在还不行 现在可以看到了 这是两页 你把它分成一页最好 我分成一页吗 那就这样才好看一些 你想这样看吗 也行吗 对 那好 由于我的喉咙不是很清爽 今天就讲一些要点 其实今天这个主题 广民兄之前说过 我也是那时 听了广民兄的课 有一些感想 所以当时就思考了一下 然后今天 与大家去分享一下我的一些 一些理解 那么为什么是瑞登堡 就是说 这样一个启示 为什么会通过瑞登堡 这样一个人去吃下来 而不是其他一个人 既然是通过他 那么肯定他有他特殊的地方 我分成了几个要点 第一天赋异禀 天赋异禀就是说 他那个为什么他说 他天赋异禀呢 就是很小的时候 瑞登堡就注意到这个思想 和呼吸之间的微妙关系 找到完到时 他习惯了长时间屏住呼吸 当然这个屏住呼吸 不是理解为 我们这样子去 人为的去控制呼吸 因为这样子 长时间控制呼吸 根本就控制不了 对吧 肺活量很大的话 可能会可能屏住 长一点 但是他这个完全不是 这种强制性的屏住呼吸 而是呢 他能够进入那样一种 很深层呼吸的状态 找到完到 肯定这个找到完了 肯定不是那种有 有声祷告 因为他就是屏住呼吸了嘛 应该是这种 末到冥想的状态 后来当他探索心肺 协调运作的关系 特别是全神关注写作时 他的呼吸似乎停止了 一种深层的内呼吸在进行 回首往事 他发现自己 从小就有了这方面的预备 使他能进入万我之境 最终进入人的内心世界 探索灵界的奥秘 这一段话是记录在 那个灵界日记里面 他说我最初习惯于这样呼吸 是在儿时做成导和完导的时候 后来当我时而探索 废与心脏的协调运作时 也是这样呼吸 特别是当我聚精会神的写作时 更是如此 多年以来 我时常注意到 我的呼吸是悄无声息的 几乎难以察觉 从海底时代开始 我已习惯 多年习惯于这样呼吸 特别是陷入尘世的时候 我的呼吸似乎停止了 否则的话 要冥想真理几乎是不可能的 后来当天堂向我敞开以后 我得以与灵人交往 有时一个钟头的时间 我几乎不用呼吸 只要吸纳足够的空气 维持室外的运行就好了 那么这种内呼吸的 它类似于佛教说的那个禅定 和道教说的那个胎息 就说人在胎里面的时候 在母腹里面的时候 他是通过期待 与母亲相连的 那个时候是没有外呼吸的 是在落地以后 与外界联通以后 他的那个肺开始 开始张开 才可以 才有收缩 和舒张 才会有外呼吸 那么这个内呼吸呢 他是 进入这个内呼吸的状态的话 他的那个思维 是进入一种很深的层次 如果不是 进入这种状态的话 要是那种冥想真理 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后这种 为什么说瑞洞宝就是天赋异禀呢 因为我们是做不到的 这个不是我们想做的 就是做到的 你像道教的 他们要恢复那种胎息 先天的那种胎息 可能 也只是有很少的人 经过多年的那种修炼 才能够修出来的 所以那个佛家也是一样 能够进入那种常定状态的人 是很少的 那种他们的常定状态的话 他们是分为四层的 出场 二层 三层 四层 然后一层比一层深 所以说瑞洞宝这么小的时候 从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做这种内呼吸 所以说它是天赋异免 我们常人肯定做不到 然后第二个要点 量好的家庭环境 瑞洞宝从小在近前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一家人时常在就产或聚会时讨论宗教话题 小瑞洞宝因为有足够的机会 与神职人员就信仰和生活交流 就在圣经里面 一说很小的时候 就在会谈里面与牧师辩论 牧师们都很惊讶 祭司了 祭司们都很惊讶 惊奇于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那么瑞洞宝呢 他也是在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那个思维就已经超前 这里更重要的是 他在一个很敬虔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 这种家庭氛围 良好的一种 敬虔的良好的家庭氛围 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这是无需多言的 父母是台式的第一任老师 家长所铸造的这种环境 家庭环境是影响孩子一生的 所以多年后 当他回忆儿时所策的中间影响时 他写到 从四岁 四岁可能 现在小屁还在这玩 根本就没想过这些东西 但是从四岁到十岁 就时常试想神啊 救恩啊 人的心心等方面的问题 我时常说出一些事 让我的父母非常惊讶 他们说一定有天使通过我的口说话 那么这说明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小瑞洞宝很小 很小的时候 他就有一种 他的直觉就非常好 所以他说出的东西 让父母惊讶 他们认为是有天使通过他的口说话 那么最难能可贵的啊 六岁到十二岁的时候 他最大的乐趣 是于神之缘谈论信仰 可能恐怕这种啊 从六岁开始 也有最大的兴趣是在这方面 的确也少见 而且他认为信仰的生命是仁爱 仁爱使信仰具有生命力 而且神乐意将信心赐给每一个人 不过仅有十件仁爱的人才接受信仰 这么小的年纪 就有这样的政治正见 这是很难得很少见的 广泛的兴趣 第三个要点 广泛的兴趣和敏锐的观察力 那么啊 这里这里写了很多 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信息 这里不一一读哦 读过瑞德摩生死书的人都应该看过 我只是把它提到这里来 这些信息是来自于他求学时候的家信 家书和然后他那个后来他旅行 他也多次旅行 他都他都写了日记的 这是从他的家书和旅行日记里面 提出出来的信息 可以看出他的那个 他的兴趣有多广泛 他的那个求知探索的那个 学习 他的那个兴趣和能力有多强 兴趣有多广泛 然后他的观察力 他有多细腻敏锐 这里就不一读 那么当后来 那有人问到 为什么 这个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启示 不是通过任何的什么牧师啊 之类的人 而是会通过一个科学家和哲学家 他的回答是 预备一个科学家哲学家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为了让真理能够以可以让人理解的方式 把它吃下来 而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器皿 他就需要有这方面的能力 这种观察能力 你看他的 他喜欢参观民生古迹啊 公园啊 然后什么圣殿啊 各处的教堂啊 他的那个观察很细致 就对于他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 在临界的一个 一个游历 这一个能力 然后把它写下来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 这样一种能力 对于他的一个 记录他的临界界面很重要的话 我想对于一个更重要的 他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启示 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在里面 那么就是第 下面提出的第四个点 时刻保持清醒的觉察和谦调的心态 这个这些 后面这一些啊 都是记录在他的那个 梦日记里面的 那么梦日记里面 我觉得这方面很重要 重点放在这里 这是有一天啊 一有万去前面一片黑暗 我发觉自己在黑暗中迷了路 这些都是他的啊 后面都是他的一个梦 梦境的记录 幸好此时有光照过来 原来我真的迷路了 我看到了路 看到了该去的树林 穿过树林就能看到蓝天 醒了 我随即想到此生 又想到来世 在我看来 从今生到来世 都充满了主的恩典 我不禁悲弃 因为我根本没有爱 反时常冒犯他 他引领我 只是我通往恩典之国的路 我根本不配承受 这样的恩典 他想到他发现了 从今生到来世 充满了主的恩典 对于一个信徒而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发现 你会觉察 如果看不到这一点 我们不能说 他是一个真信徒 其实会说往事 对于任何一个真心性的人来说 他一定能够看到圣的恩典 看到很多的一个往事 过往的经历 如果不是神的指引 可能 人的一生 会有很多的磨难 也不会那么的顺利 其实我经常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如果只要只是一句 想一想过去的经历的时候 就发现 如果在当时的境遇下 如果不是神 是恩典 是平安 说不定 会过得很艰难 但是神都帮助我们去度过一些艰难的时刻 所以想来 真的每一刻 每时每刻 神的恩典都在伴随着我们 这有一种 就这样一种发现 一种觉察 发现从今生到来世 就充满了主的恩典 有一句话 现在我们有一句话 就是说 每一种遭遇啊 都是一种 都是 大概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管遭遇了什么 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相信这句话 我认同这句话 为什么呢 因为 神的爱和智慧 确保了一切 确保了你的一切遭遇 都是最好的安排 有人就会问 那为什么我遭遇的 有时候是病痛啊 灾难啊 磨难呢 就是因为 在我们 每时每刻的选择下 在我们 的那些 对于个人的那种 内在的心智状态而言 我们需要有那样一些经历 甚至包括死亡 在某一个时间的死亡 我相信 凭着神绝对的爱和智慧 他一定是一个 最好的安排 只是说 对于我们有限的人来说 因为我们的 有时候一些错误的选择 因为我们 没有能够顺从圣灵而行 所以以至于我们 似乎不是很顺利的呀 不是很平安的一些状态 但是那是因为 我们自己的 无知和欲望导致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不管怎样 在我们的无知和欲望的 这种背景下 神的安排 他都是一个 对我们的当前的一个 行之状态而言 他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所以 无时无刻 不沉默着主的恩典 为什么这里 不断有觉察 而且他的感恩 他的谦卑 他发现自己没有爱 发现自己 真的缺少爱 不是那种 充满了爱的 爱人的 还主的那种心 发现自己缺少爱 反而是常冒犯他 我根本不配承受 这样的恩典 我发现 从今早已存在的 各种念头 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我由此看出神的话不虚 我们没有一句话 一个念头 是神不知道的 他因此得知 人唯一能做的 是千倍的承认自己不配 满心感激 甚至无限的恩典 根深蒂固的一些念头 又浮现出来 反复有声音对我说 我应该找借口原谅自己 或是将做过的上师 归功于自己 他当局发现 这是试探之中的 又一大试探 信号神的连在启示他 让他清楚 审视这一切 从梦日记记 其实那么多地方 随便一翻就能够看到 他一直的保持清醒的觉察 一直这种内心 是处在一个审查的状态 试探之中的试探 当时随即都能够发现 试探越来越强 进入人心自身处 让他有一种坚强的信念 主乐意恼恕他 我时不时热泪盈眶 不是出于悲伤 而是出于内心深处的喜悦 因为像一个如此不甘的罪人 主心乐意显示 如此浩大的恩典 我发现现象的总归是 人应当在主的恩典前虚集 觉悟自己的不配 因神的恩典 千倍地陈歇他 他在灵力思索着 如何才能避免一切误会 却发现他总是自我涌现出来 其源头乃是人性中的 骄傲和虚荣 人性中的骄傲和虚荣 只要我们经常的一个反思自己 反省自己 检查自己 能够发现 其实我们 人在世上呢 做的很多的事 很多的错误和无知 都是因为出于骄傲和虚荣 他根深蒂固 牵引着我们 一方说 有人不按我自己的估计 看待我 发现我心里 整是会说 你若知道我获得了怎样的恩典 必定刮目相看了 这历史是不洁净的 是从虚荣性发出来的 我终究发现这一点 于是向神祷告 祈求饶恕 也求别人能享受同的恩典 或许他们已经享受了同样的恩典 我由此清楚地看出 又有一种可怕的罪恶存于我身 完全没有转变 这是亚当的跟人类的原罪 不仅如此 还有无尽的罪 只根在我心里 在写孟人记的时候 那个时候 瑞登堡还有很多那种传统的认知 还有很多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包括对于这个三万一体的一个认识 在写孟人记的那个时候 一些世纪年的时候 他都还是不清楚的 是错误的 包括什么人类的原罪 一些这些东西 包括他有时候写 那个时候有时候经常是写弥赛亚 到后来他就是他就喜欢写主啊 其实都包括他是因为有一些观念的一些转变 之前是还是有很多错误的观念的 就是说这些种虚荣性啊 历史能够发现自己的虚荣性 他看到一家书店 立刻有念头浮现出来 我的著作一定比别人的更有价值 但我历史醒悟 万事互相效力 我们的主有千方百计去预备一个人 因此每一本书都有他的价值 根据人物性的不同 所写的作用也不同 然后骄傲之父还是会涌现出来 求生克制 能力在他手中 这里又有一篇 再后来他在梦中发现 人的每一个念头 自己或许认为是非常圣洁的 其实里面面覆着无穷的罪恶 人的每一个欲望也是如此 表面看起来圣洁 其实是出于恐惧和伪善 这是人通过自行可以发现的事实 鉴于此 我们更不能称自己是纯洁无瑕的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念头 都缠着着许多不干净的东西 这里注意一下 这个双引号里面的都是直译的 没有双引号的 可能是我转述的 但是呢 他那个意思是在那个孟日记里面的 你说因为那个时候 我觉得有些话不好翻译 所以我就是转述的 然后这个一些比较重点性的东西 我就是直译的 然后用引号 引号里面的都是直译的 都是原文 里面如果不是双引号的 也是转述的 也是那一个孟日记里面的意思 这是选择的一些 这里都有他的每一个著作 他都是自己编了号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 他那个时刻的保持着这种清醒的觉知 和一个千万的心态感恩的心态 这是一个真信徒 所以质疑认保的人 看了这些可以牺牲了 后面还有一些 可以看出他那个 他那个在 记载这些孟金的那一个 大概一年的时间里面 他的一些 其实也是他的一个 心智的一个发展 6月20日写着 孟金好像有人在讨论 他是否该 是否可以被纳入他们的团体 然后这里 他可能 这孟金可能意味着 我尚未传待整齐 尚未做好 该做的准备 然后 这里7月1日 非睡非醒间 感觉某种奇妙的东西在身上发生 使他剧烈的颤抖 正如基督形象的那次一样 他期待着像上次那样 拜祷在地 事实并未如此 这次没有发生 随着最后一次战利 他被提起来 又被放下 看到前面有一张脸 他非常模糊 他跪下 现在是否应该复服 但他没有复服 似乎不被允许 完全清醒以后 类似的战利 又多次发生 一定是某位圣洁的天使 因为我没有被复到在地 这意味着什么 主罪清楚 然后从周六到周日 梦见金碧辉煌的宫殿 没到极止 太阳的光辉照在起上 他听到有人说 这些团体已决定接纳 他作为来自房间的成员 这是前所未有的 也有人说 有过若干这样的闲礼 绝对当晚是最甜蜜的一晚 因为梦见了天真无邪的过渡 第三层天 看到下面有极为漂亮的花园 开着白色的玫瑰花 后来进入一间大房子 看到漂亮的盘子 乘着牛奶和面包 让人垂涎上市 还看到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这不是真 这不是真正的孩子 因为第三层天的天人 都是天真无邪的 从远处看来就像孩子 我深受他的感染 真希望能在这样一个 天真无邪的国度生活 显然以后 我也离开这样的境遇而上岗 梦见一个乘着面袍的盘子 递到他面前 这意味着主张亲自指示我 因为我已开始进入一无所知的状态 所有先入危险的观念 都将从我挪走 学习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就是说首先成为一个孩子 吸取此时的营养 这正是我目前的观景 听朋友说 最近两周一来 我的容貌越来越英军了 如天使一把 这是神的美意 他与我同在 重复设回他的恩典 清晨醒来时又经历一次晕厥 和六七年前在阿姆斯特当写 身体的构造时所经历的相似 只是更加深妙 我似乎濒临死亡的边缘 他看到了光 使他辅导在地 这次晕厥比上次更加深沉 但消失的也快 这表示我的头脑得到了整理和捷径 阻碍思维的东西也被清理 如上次一样 因为我获得了更深的洞察力 尤其反映在写作上 现在正体现出来 因为我觉得下笔如有神 那么从这里选取的几段 这里几段 从这个日期的进展 随着实际的推移可以发现 他的那个性质的提升是非常快的 那么在这里可能有一些东西可能会让人误解 比如说什么他为什么会 具体的倡斗啊 然后什么 站立啊 提起放下啊 这些 这些事情 为什么是这样 比如说是不是被邪能控制啊 这不是的 首先第一他一直非常清醒 他一直有非常清醒的洞察力 而且他也自己非常的清楚 他的头脑得到了真理和洁净 获得了更深的洞察力 那么这种站立啊 这些生理上的反应是什么呢 其实在那个 如果我们了解过一些道家修行的 这个就很容易理解 不过他们道家的修行 他们是从下往上修 他们是从身体开始 从筑基开始 他们从打托打托人家 到行小周天大周天 他们都有一个一个过程 在过程里面 特别是在什么行大周天的时候 我看过一些 但是因为我没经历 但是我看过一些 就很容易理解这里说的东西 他们有时候 在那个那个可能身体上的一些反应 身体上也会有可能一些动的情形 身体会动 不由自主的动 然后比如说有幻视幻听 然后比如说有什么 感觉有头骨开裂那种 就是因为他那个是什么呢 他是一种 他是从下往上修的那种 他是念经化气 念气化什么 念神还需的这种过程中 他有的那个身体上的一些反应 但是这种这种东西 他如果自己内心不洁净 有欲望 有一些不干净的 他修到的这个动机不纯 不干净 然后又可能 比如说有幻视幻听的时候 不能够 不能够觉察 不能够洞察 跟着那个欲念去走的话 就很容易叫做所谓的走火入魔 所以那种 那种修行一门都还是要有指点 而且自己的动机要纯 但是瑞登堡他的 他的那个 他又不一样 他的那个 他没有做这方面的修行 他是 随着自己的这个 意愿 越来越顺从圣灵的意识 不顺从自己的意识 的时候 那种圣灵 一层一层浇灌下来的时候 他反映在身体上面的 一些一些 这些一些东西 这是一种 在身体上面的一些反应 啊 以道教的从下往上去不同 他 瑞登堡应该是随着自己的 这个预 越来越多的顺从圣灵 跟随圣灵的意识的时候 应该是从内到外的 反映到生命上面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情况 啊 如果说对于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 啊 主手拣选的一个人 他要去把临界的一些经历啊 把临界的见闻 全部记录下来 那么前面的这些啊 什么他的一个 深刻的那些啊 广泛的兴趣啊 敏锐的动作力啊 这些啊 然后呃 时刻保持清醒的觉察 和前面的心态 都非常重要的话 那么 我觉得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因为 如果你前面这些条件 你都有 但是你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 你可以将你的经历写出来 你可以让人得到很多的启发 但是 他可以完全 他可能完全只是一个人的作品 也不能成为神的歧视 要成为一个神的歧视 应该还有更内在的更深层次的东西 否则的话 不管他的东西著作有多么的庞大 他记载的信息有多么的丰富 多么的启示 多么的能够给人以指引 但是 他还是只能成为 称作一个人的作品 和世界上的人的作品一样 世界上的人的作品 啊 高低不同 有很好的 有一般好的 有一般般的 有差的 他可以是很好的 但是要成为神的启示 他必须还得有更深层次的东西 这是我 下面这个要点 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这一段是记录在《孟人经》里面的 起来以后 我在主面前恐惧战警 一丁点念头或暗示 都足以让我颤抖 这是神的恩典 只是我当恐惧战警 寻求祂的救恩 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属于你 不属于自己 这是我的作愿名 我已经舍弃自己 完全交通给我们的主 愿主造他的美意带我 肉体虽有不安宁 你却非常快乐 因为这是我们主的恩典做成的 运生自我力量 瑞登堡从小 他那种求知的求学的那种心智 他开始 从一开始 他作为一个科学家 哲学家 他的动机和目的 就是为了探索宇宙的奥秘 和灵魂运行的极致 其实最终的目的 最深层层的动机 他就是想找到神 这在他的日记里面 都可以看得到的 他自己明明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他就是想知道这个世界 知道这个灵魂 是怎样的 其实他最深的 其实就是想认识神 然后 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属于你不属于自己 所以是使他能够 成为主耶稣 真正意义上的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能够带向这样一个 启示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 这种根本因素 用我们常说的一个话 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无我 一个只有一个无我的人 才能够让主完全的做主 将他的启示 吃下来 这样一句话 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属于你不属于自己 就像主耶稣基督 在上十字架前 在克西玛里面说的那句话一样 就是说 愿 但是只要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那么在属性的奥秘 这一段下 他也有这样一句话 我感觉到一股灵流 如一道轻柔的 难以觉察的水流 它不明显 却在引导着 牵引着 这从主流入的灵流 如此引导着我 视为的走向 虽然温柔 却十分有力 叫我不至于有其他杂念 我有做过尝试 却是突然 对于一般人来说 比如说即使我们一个非常熟悉圣言 也非常努力的去实践圣言的人来说 圣言实际上在我们心里 指引着我们 但是我们依然是自主的 依然是按照我们 在我们所理解的层次上 照着我们的意愿在形式 所以我们经常会 还是会有 还有自己的一些东西 自己的欲望啊 杂念啊 其他的一些念头啊 无非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还是说 还要实际上去挣扎呀 去做选择呀 试探过后才得平安啊这些的 但是对于在瑞顿堡而言 他经历了那么多以后 他已经达到了这种 完全顺服圣灵的程度 真正的做到了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属于你不属于自己这样一个层次 所以你看这他能够 第一他是这种清楚的觉察一直都在 他感觉着这种灵溜的运行在切紧着 虽然是很温柔的 但是很有力的 叫他不至于其他展点 我也做过尝试却是突然 这种所谓的尝试 是一种好奇下面的一种 他想试一试是怎么样的 绝对不是他真的想违背 因为如果要违背的话 因为主持人绝对的一个自由 如果你真的想违背这个 这个主的那个领流的运行 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哪怕是圣灵比如说 在想引导我们怎样 但是我们去违背 还是可以违背 因为主的最大的爱 就是体现在他给人绝对的自由 但是瑞顿堡这种情况不一样 他仅仅是做尝试 他不是真的想去违背 他就是应该是一种好奇的趋势 试试看 但是他做不到 为什么会做不到呢 因为从根本而言 在根本上 他的意愿是顺从圣灵的意思的 所以在这种完全的一种 顺从圣灵的意愿的情况下 完全顺从这种连流的情况下 他用这种启示 才能够达成 他才能够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主耶稣的基督的仆人 所以在有几本著作上面 他的署名 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主者署名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特别是在最后一本著作 真实的基督教 他那个署名 这个是 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伊玛勒尼瑞登堡 在有一个 哪个说不是出版的注册上面 反正有一个文 一个文献上面 他就说过 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这个署名 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是主的丰富 主丰富他所名 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是command 是命令 是丰富 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所以如果说 对于瑞登堡这样一个 我们怎样去看待这个人 如果我们仅仅把他是看作是一个 伟大的一个 思想家呀 科学家呀 哲学家呀 在自然科学呀 哲学 思考方面呢 都有很大很深的造诣呀 然后 他又进入灵界呀 有大量的见闻呀 叙述出来呀 我们如果仅仅把他看 这样去看待他的话 其实是大大的低估了他 他到最后 他的这种身份 他的这种 对他最高的肯定 他最伟大的地方 不是他是一个科学家 哲学家 也那么大的成就 而是在于他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这是最伟大之处 因为最伟大的人就是一个最小的人 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同时也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在京台语地域里面就这一句话 就是说最最大的人 其实就是最快乐的人 而最快乐的人 是一个最没有自己的人 是最无我的人 我相信我们一个一个真的信徒 在这事件经历多年 多年的信仰经历 他一定能够发现这一点 其实一个人在生活 在待人处事 在这些人情事故上面 他希望靠着自己的智谋去行的话 他会发现生活的非常累 因为人靠着自己的智谋 靠着自己千方百计啊 绞尽脑子的在这世界上去生存 那么也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与他的一个自己本来的设想啊 意愿啊 愿望啊 期望啊 是不能够符合的 而最一个最快乐的人呢 他就是一个最无我的 最没有自己的不靠自己的智谋 能够完完全全的靠胜流行的人 在任何的情况下面 在任何的境遇下面 他都感恩的接受 认为这是主对他最好的安排 然后也从来不靠自己的智谋 都能够知足的 安心的接受 那么在一个最无我状态下的人 他最快乐 因为他最没有自己的一些欲求 所以对于我们如果看到瑞登堡 这样一个人 仅仅去看他是一个那种 伟大的科学哲学家 真的是大大抵护了他 这也是指对我们最效法的地方 就是说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主艺术基督的仆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 对他的一个看待 是最符合他的一个真实性的 这样的一个主艺术的仆人瑞登堡 也才是我们觉得他最伟大的地方 最值得效法的地方 正是因为他能够 其实这样一个这种呢 这类型的信息 其实在著作里面是有很多的 我只是看到的就提出来的 就是说他为什么 他的那个通过他的一个著作 他可以成为神的启示 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的作品 不是因为他有那么多的那些 那些不管是什么头衔也好 资格也好啊 条件也好啊 先天的蝙蝠也好 最重要的是 到了后来他真正 写这些神学著作的时候 他已经达到了那个我的状态 完全顺程顺量的状态 这些东西在他的著作里面清晰可见 到处可以看到 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层面上面 他才能够称为是主的启示 没有在这样的一个高度和深度 他的东西再怎么庞大 再怎么高深 再怎么能够指引人 都不可以 不可以称为是神的启示 不可以称为主的再来 所以这些话 都是在那个前提下才会有的 我实实在在的说 主向我他的仆人显现 授予我这职份 又开我的灵验 将我引入灵界 让我亲眼目睹天堂地狱的景象 与天人和灵人交往 期间已有多年 从未间断 从蒙昭那天开始 我没有从任何天人 引受新教会的教义 全部是我阅读圣言时 单单从主引受的 众所周知 启示录唯有主才能解开 因为启示录自言偏语之间 蕴藏着非特别启示 所不能治的奥秘 故此 主乐意开启我的灵验 指教于我 即使如此 别以为本书有任何东西 是出于我个人或任何天人 实在都来自主 主承接天人对约翰说 不要分了这书上的预言 意味着这些预言将来必要解明 我与灵人并天人交往已有数年 对于圣言或圣言的经意 灵人从来不敢 天人也从来不求 告诉我任何东西 更别说指教于我 唯独主指教于我 显现于我 歧视于我 我得以看见天上的光 从这光我能清楚分辨 哪些是出于主 哪些是出于天人 出于主的以备记下 出于天人的未然 主的战来乃是借着一个人来完成 主亲自向此人显现 主的名将他充满 通过他的圣言指示新教会的教义 今日有此直接的启示 正因为这正是所谓的主的战来 那么瑞德某可以很掌丁结底的说 他的启示是单单乃是主 没有从任何天人或女人接受 这不是说 这当中没有天人或女人的参与 只是说那种直接源自主的 源头是主的 才会被记录下来 如果不是源头是出于主 如果是出于天人的 凝人的 都没被记录下来 他可以清楚的分辨这一些 在他的状态下面 在他那种接受 完全接受宁流的情况下面 在天堂之光下面 他是可以分辨这些的 所以不是说这个 他人里面没有天人的参与 没有女人的参与 有主主里面随处可见 也有天人和女人的参与 但是在天人女人参与的那些 这些都是主在主的一个 全判的一个引导下面 全判的安排下面来进行的 如果不是在主的安排下面 而是天人失智的 红尼人失智的那些东西 他也是可以觉察的 是没有被记录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才可以称之为是主的歧视 所以如果如何看待瑞登堡的著作 这也是先教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有人只是在一个 怎么说呢 有人是把它看作是 真正是主的歧视 当然有人把它看成是低于主歧视的 一个层面的东西 就是说 不能说他是完全是主的歧视 但是他有很大的一个层面上的 很大一部分上的歧视 嗯 然后呢 即使 即使中间 可能参照了一些什么 诗一些什么呢 还是有很大的启发性的 所以其实 啊 怎样看待瑞登堡的著作 还是有不同的声音的 但是从瑞登堡自己的一种 长天结体的 从头到尾 的一个 一个 他的一个 他本身有这种清楚的觉察 然后 他这种把握性下面 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 是看得到 这确确实实是主的歧视 也是所谓的 主的再来 是借着他 来将这个 啊 新的歧视带下来 至于这当中更细更细的东西 呃 我我我预备啊 下一次分享的时候 将到底这个启示是怎样 借着瑞登堡 将他带下来的 一个一个 呃 更细的层面上 去 去大家分享 呃 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啊 嗯 嗯 管民兄 要请你停止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 night a night 感谢观看